斯科特小队来到英维德大北营所在的小岛 两天前他们仿佛还在过夏天 而现在到处都是冰天雪地 斯科特叫轮克找一处歇脚的地方 让大家先适应一下周围的环境 英维德这边 希拉一直忘不掉蓝色的影子 不断产生的感情使她神魂颠倒 这是卫兵探测到斯科特等人的位置 希拉奉命前去消灭他们 她带兵将小队众人包围 当看到蓝色的时候 希拉的内心开始波动 此时的斯科特小队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降临 他们还在悠闲地欣赏雪景 瑞吉斯见希拉迟迟没有动静 便追逐她赶快进攻 希拉不想执行命令 挣扎是被蓝色他们发现 双方在雪地里激烈交火 斯科特小队由于无法使用主战装备 形势相当被动 希拉命令手下展开斩首行动 试别将斯科特置于死地 罗克拼死才帮她解除了危机 随后几人只能舍弃战机逃命 希拉继续追击斯科特 斯科特终于看见了希拉的真面目 危机时刻 伦克克服恐惧 把希拉引到自己这里 接着蓝色又将其救下 希拉始终无法向蓝色攻击 目送他们离开 事后她非常懊恼 她不知道为何会这样 战斗引发了雪邦 一些英维德被掩埋 斯科特小队趁机兵分三路逃跑 伦德在路上拨下陷阱 成功捕获了追击他们的英维德 但由于重量太大 英维德从陷阱挣脱 伦德反倒让自己身处险境 关键时刻 罗克和安利不顾安危 伦番吸引英维德的注意 最终在三人默契的配合下 英维德总算向往在 伦德烧下的陷阱里 另一边斯科特将英维德 引到一个峡谷 大力士轮客从山上 推下巨石引发雪邦 追击的英维德 瞬间就被大雪掩埋 两人顺利度过危机 最后是蓝色和艾莉尔这边 他们被逼到悬崖边 以无路可逃 两人孤注一掷 跳到对岸 可希拉早就等在那里 蓝色质问她究竟是谁 为什么要帮英维德做事 当艾莉尔和希拉对视之后 那些被遗忘的记忆 渐渐浮现出来 艾莉尔脑中不断回荡着 女王瑞吉斯叫她回去的声音 而希拉也从她身上 感到一种熟悉的感觉 这时小队其他人赶来解救两人 大家齐心协力 把希拉和英维德打落悬崖 战斗结束 斯科特把这次胜利 归功于幸运 一旁的艾莉尔有苦难言 他悄悄告诉蓝色想要离队 他不想给小队带来麻烦 蓝色安慰他没关系 自己会保护他的 就这样他们带着艾莉尔离开了雪山 继续朝着英维德的大本营进发 斯科特小队来到一片沙漠之中 周围有很多被炸出来的大坑 据说是当令和天底线人战斗留下的 战争的幸存者 在这些坑里建起了城市 或者西部牛仔般的生活 斯科特几人进到城里 人们以为他们想要接管这里 于是就把他们全部抓起来 并且投入大牢 不管斯科特怎么解释 警察就是不信 几名盗贼趁机偷走了旋风摩托 警长见状 准备了两匹快马 让斯科特和伦德自己去追 另一边艾莉尔又惨叫了起来 荣克猜测或许英维德的据点就在附近 虽然有些强人所难 蓝色还是希望艾莉尔能带他去看看 他们在路上遇到两个神秘人 蓝色谎称来这里度蜜月 没有告诉对方真实意图 接着神秘人带他们来到一处遗址 蓝色惊讶地发现 这里竟然有一个巨型堡垒SDF 神秘人此时也露出真容 原来是两名白发苍苍的老者 除此以外 还有一个穿着军装 不爱说话的男子盖比 宝里内部是这里的货品交易战 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武器 老者介绍这些武器 都是当年当兵的时候留下来的 他们不想再和外星人开战 索性并把这些武器拿来售卖 蓝色痛斥他们是可耻的逃兵 这时两名盗贼把旋风摩托带到这里 原来这些人都是一伙的 蓝色让艾莉尔先不要伸张 见机行事 盖比似乎并不喜欢这些逃兵 但他却对蓝色两人很友好 通过谈话导致 盖比曾经是一艘战舰的舰长 现在人人希望的回到战争中去 他每天都会守在破损的收发暴击前 希望收到远镇军发来的信息 此时艾莉尔又发出惨叫 蓝色随口说了句 这附近肯定有因为的出没 这样在场的人立刻警觉起来 他们觉得蓝色和艾莉尔一定是外星人的间谍 不管蓝色如何解释 他们根本不信 经济之下蓝色直接吻了艾莉尔 在逃兵的认知中 像天顶星人这样的外星人 绝不会做出如此亲密的举动 几人总算放下心来 这时盖比为了拿回装备 被因为的追击 蓝色立刻冲过去把他救了回来 斯科特等人通过打斗笙找到了这里 看着这群毫无斗志的逃兵 斯科特异常愤怒 蓝色劝他不要白费唇舌 一旁的发暴机忽然接受到了 来自宇宙远征军的信号 卡特将军将集结所有力量进行反攻 他希望地球上的部队不要放弃抵抗 这条迅速仿佛点燃了盖比的斗魂 他独自驾车前往英威德的广播塔 面对敌人 他满脸坚定 毫无畏惧 他要履行一个战时最后的职责 尽管最终盖比没有成功 但他为其他人树立了榜样 老兵想要为他报仇 这是发暴机右手的讯号 发讯号的人正是盖比的儿子 难怪盖比也老是守着发暴机 随后斯科特小队出发 破旧的堡垒冉冉生气 广播塔聚集了大量英威德 斯科特小队就陷入苦战 堡垒的加入让他们士气大振 但很快在英威德的围攻下 堡垒受损严重 斯科特命令他们立刻弃船逃生 可这些老家伙不打算放弃 他们要证明自己不是懦夫 堡垒一头栽进广播塔里 斯科特一再要求他们马上撤离 但几名老兵已经下定决心 他们微笑着接受这个终局 随着舰长按下引爆按钮 堡垒和广播塔一起化为了尘埃 这群勇敢的士兵 到此也没人知道他们真正的名字 而这样默默无闻的英雄 不知还有多少 我是猫叔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